第五语呢,与你简优,大家好,我是小悠,今天继续讲述伊藤荣儿鸡卷集,两个恐怖的小故事,画家,英俊帅气的光夫是一位新锐画家,这次的个人画展举办得非常成功,就在光夫为粉丝们签名的时候,过来一位妖艳的红衣女,瞬间引起了光夫的注意,光夫不由自主地走上前搭讪了红衣女,红衣女笑着说,你的画不错,但模特看起来有点神奇, 如果换一个模特的话,说不定可以画得更好,晚上光夫给模特画肖像画时,有点心不在焉,就在这时,白天那个女人出现了,女人笑着说,老师,您怎么还在用这个傻乎乎的模特呢,您不是说过这个模特都画兔了,想换我做您的模特吗,女人三言两语的就把模特系走了,模特走后,女人说,老师,让我做你的模特吧,随后光夫问女人叫什么,女人说,我叫做富江,像我这样美貌的女人,以后都不会出现了,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比我更美的了,画部上也是一样,我已经找了很多画家为我做画,但他们都不能完全展现我的美貌,过了一会儿光夫画好了,富江过来一瞧,忍不住哈哈大笑,你画了什么东西嘛,都没展现我十分之一的美貌,无能的画家对我毫无用处,再见了,富江的嘲笑刺激了光夫,光夫 什么都画不对,光夫就快要疯掉了,于是来到酒吧喝问酒,碰巧遇见了同学,同学告诉光夫,搞雕刻的延田同学,最近发表了很多作品,都是用了同一个模特儿,据说反响还不错呢,说着同学拿出了那个模特儿逛街的照片,模特的脸好像照护了,光夫很惊恐,这不是富江吗,当晚光夫就来到延田的家,并向延田提出观看富江的雕刻,延田 却表示不会给任何人看了,富江是他一个人的,一言不合,两人推丧起来,最后光夫用雕刻砸死了延田,接着光夫推开一个房门,发现富江的雕刻作品全都摔碎了,就在这时,富江出现了,并跑过来抱住光夫哭着说,延田雕刻了最完美的我,我以为我的美貌可以永远保存,他却全给砸了,光夫安慰着富江,不要伤心,这一次我会画出最美的你 一个转场,光夫飞舞着手中的画笔,他要画出最美的富江,片刻过后,光夫用惊恐的神情喊道,终于完成了,看吧,这是我最棒的杰作,富江一看,顿时火猫三丈,你把我画成怪物了 光夫不明白,明明画得这么好,却还是遭到了富江的嘲笑,光夫不能忍,上前掐住了富江的脖子,富江顿气后,光夫把富江肢解了 接着,诡异的事情发生了,富江散落的肢体开始自我复原,每一块肢体就像细胞增值一样,长成了一个新的富江,故事就结束了 马戏团来了,一个偏偏的乡村,来了一家大型马戏团,村民们都很好奇,纷纷前去观看,首先是小丑踩球的表演 红色小丑一个失误,头朝下摔了下来,惹得看客们哈哈大笑 团长立刻让另外两个小丑把红色小丑拖了下去,然后是蔡蛋子走钢丝的表演,蔡蛋子小姐非常漂亮,不少观众都是为她而来的 蔡蛋子有惊无险的完成了表演后,赢得男性观众的一片欢呼和掌声 接下来就是高难度的迭罗汉走钢丝 最下面的小哥有点吃力,突然一个踩空,三人全都掉了下去 团长非常淡定的让小丑拖走了尸体 接着就是飞刀小哥的表演,靶子是一位金发美女 飞刀小哥扔了十几把飞刀,美女好发无伤 飞刀小哥得意的说,团长怎么样,我可以作为马戏团的当家花旦,迎娶蔡蛋子小姐了吧 而团长表示把剩下的飞刀扔完再说 结果飞刀小哥放回失常,一把扔歪了,一把正中美女胸口 美女惨叫一声,拧了便当 小哥说,再给我一次机会 为了能够迎娶蔡蛋子,小哥豁了出去 他把自己当作靶心,将小刀扔向天空 可惜这次又失误了,小刀掉下来插进了小哥的胸口 随后的几场表演继续上演着各种致命的失误 人间大炮炸死的,喷火自焚的,还有被狮子活活咬死的 最后到了小马来空中飞人表演 蔡蛋子突然站了出来说,小马别跳了 团长根本不是人,他是收集人类灵魂的死神 小马却心心懒懒,因为小马也想成为这个马戏团的当家花旦 不停圈的小马一个自由落体,最终还是塞死了 接着团长哭着说,成员们一个个意外丧命 我们大马戏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各位观众,你们谁有才能都可以加入我们 成为马戏团的当家花旦,就能领取我们美丽的菜带子 就在这时,一个小丑想带着菜带子私奔 没等小丑把话说完,飞刀小哥扔歪的飞刀掉下来 郑重小丑的胸口,故事就结束了 跟眼鱼呢,鱼女姐游,下次再见